《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 在做節目之前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健康的資訊 根據英國糖尿病前簽證研究數據顯示 糖尿病患者如果降低1%的糖化血色素 總死亡率可以減少21% 細血管併發症的風險會降低到37% 而因為旁邊的血管疾病 導致的截肢又或者死亡風險 就會降低了43% 將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 對降低併發症的風險是非常有效的 在最近幾年 是越來越多人通過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 配合食療和補充品的穩定血糖和血壓 就會減少了很多藥物的依賴 接下來我們就聽聽 住在香港九龍的陸先生 他自從吃了三膏代謝寶 四個月後身體有了很大的變化 對於健康管理是因人而異的而已 每個人都是需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去維持身體的平衡 無論是通過飲食、運動、又或者是補充品 去關注自己的健康 是提升自己生活質素的重要一環來的 大陸沿海地區的城市 竟然出現了海水渡灌入城這種現象 第一次海水渡灌是十月一號 十月一號不是大陸國慶 海水渡灌認真不妥 有四個省都出現了這種現象 河北、遼寧、江西和福建這四個省 很明顯你們會看到海水沖入河流去 正常都是河流的水流入海的 經常聽人家有句話 就是河水不犯海水 楚河漢界湖不相干 現在海水流入河水 那豈不是太嚇死了 二汶姐你說得對 這樣也讓你想到 喂口水強 現在大陸又去到什麼環境 這樣搞得真的很大劑 北京電視台有報導 《新京報》還有詳細的解釋 說河北省唐山市當地的老百姓 說幾十年來從來都沒有見過 自古以來都是河水泛爛 才可能浸到家裡來的 從來沒有海水會浸到家裡的 是印了知 大海每天都有漲潮、退潮的 他的界線是很清楚的 海水漲潮的時候 漲的高度是肯定的 因為海水的漲潮、退潮是太陽的作用 跟我們的下雨多少是沒有關係 但是這次真是反常了 這次全國有很多地方的海水渡灌 令到民生的損失非常之大 最慘就是海水渡灌之前 一點先兆都沒有 搞到所有的社區的停運了交通 部分街道社區的車全都浸了 海水浸到房屋半米深 你怎麼住人呢 那些人的交通出入要找橡皮艇 喂這樣的環境 政府有沒有出手去支援他們呀 大哥浸了屋都要吃飯的呀 可能政府還不知道這件事 有沒有搞錯呀 政府炸籠扮啞而已 我們外國都知道了 有什麼政府不知道的 這樣都不去救濟那些人 很殘忍而已 唉 倚文姐 你是不懂的了 現在大陸那裡流行躺平 老百姓躺平 政府官員也都躺平 他絕對不會去做事的 你們什麼洪水滔天 他主要在我家裡吞吞吞吞 有報導就這樣說 當地的記者追問政府部門 和天文台海水為什麼會倒灌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些天文台的所謂專家就這樣說 是因為太陽的引力 和月亮的引力疊加造成的 這些自然現象是無法抗拒的 喂 他一句說自然現象 這樣就可以推卸責任了 那那些災民怎麼辦呢 很多網友就把這些消息上網 那些災民對自己的處境非常擔憂 覺得很恐怖 再來一次海水倒灌 說不定命仔冷過水 還有海水浸過的那些農田 還有海水浸過的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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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浸過的農田都是很鹹的 海水浸過的農田都是很鹹的 這些土地就叫做鹽簡地 要荒廢幾年才可以恢復 由於那些民份很大 那些專家就出來說了幾句 他說他們唯有加強監測 大陸專家這些說話是應付式的 說了就等於沒有說 他有沒有監測 水浸呀 如果政府做足監測 就不會有那麼多災難發生 令到那些人束手無策 按照現在網上的風水師說 今次的海水浸過不是自然現象 是天降異象 蛤 即是為甚麼 即是上天覺得現在人類道德敗壞 整個地球兵空人禍 再來天雷勾地火 這樣就大劑了 中華民族的傳統 一直都相信有神靈的 易經就說到 天垂象 見吉空 聖人象之 靖哥 你說這些我都不明白 即是說每一次的天災 都有警告世人的作用 如果世人再不覺醒改過的話 就會有大事發生 另外有風水佬說 今次大陸的海水渡冠 就是改朝換代的先兆了 喂 馬Sir這件事說了很久了 究竟何時才真的改朝換代呢 唉 耳聞你懂甚麼 今次是真實料理的 有內部消息透露出來 習近平的軍權逐漸失去 最近大陸那場全軍會議 按照道理來說 習近平一定會出席 因為他是軍委主席 現在反過例 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打了色 但就不見了習近平的蹤影 而且習近平本人還是北京 沒有理由不出現 其實在今年的七月份三中全會之後 就開過兩次的全軍大會了 習近平兩次都沒有出現 那就認真不尋常了 而且習近平在軍隊裡面 最中心的兩個親信都被人抓了 還有啊 王岐山在今年的十月一頭的酒會上面 全程黑著臉 人家站起來拍手鼓掌的時候 他動都不動 毫無表情 喂 你們不是說的 那王岐山是習近平的人來的 所以啦 打狗都要看主人的嘛 打王岐山的目的當然就是打習近平 王岐山用了幾年時間 幫習近平打倒了很多高級官員 總共啊 440名省級以上的官員 還有六個是國家領導人 周永康 郭博雄 徐彩厚 孫政才 另計劃 得罪了這麼多人 很多牙齒人 現在習近平如果失勢啊 最怕的就是王岐山啦 沒有人保護他 他死定了 現在網上的傳聞就說王岐山和范冰冰 就在美國儲了七千多億美元 這個數字是網上的傳聞啦 但有些人就說沒有那麼多 我算你十分一 都七百億美元 總而言之有人又說 當年王岐山捉貪官的錢 就沒有進到國府 全部落了自己的袋 八卦新聞說 其實王岐山在美國開的戶口的錢 其中范冰冰也有份的 怪不知范冰冰這麼有錢啊 還傳說和他生了兒子 還說范冰冰的弟弟 其實就是王岐山的資生子 網上這麼說 見還是留就沒人知道了 說起來又說了 其實習近平好心他就讓位了 我真的懷疑大陸的人是怎樣生存的呢 那些網民就說 這次大陸那場股災 連韭菜根都已經被政府割了 前段時間網上不是傳出說在澳洲有五千多人申請難民 其中有很多是中國來的學生 很年輕的 你知不知道什麼原因啊 其中有一些就是父母親在大陸炒股 虧本了 那就變成沒有錢供應他的子女在澳洲讀書的 那些學費和珊瑚費了 那當然要在外國找出路了 如果回到大陸 書又讀不成 又找不到工作 那真的只可以躺平的 在澳洲躺平也很辛苦 其中最近發現了一個學生 失蹤了幾個禮拜 這個學生其實在家裡沒有學費給他 沒有生活費了 他就躲到西部地區 叫做帕斯的城市 他的家人就報警 希望澳洲政府幫他找到他的兒子 最後警察在帕斯找到他的兒子 最後他家人才知道 原來他在澳洲已經申請難民了 正常來說 這個學生已經申請難民 不用躲去拍斯這麼遠了 他不想 他也沒有面子再去見他原來的同學 所以他就去到偏遠的城市了 總而言之 習近平的政策 搞到大陸的年輕人 個個都走投無路了 就算在海外讀書的 也有家歸不得 所以很多人都叫他快點讓位 習近平做到這麼大 你以為叫他讓就讓了嗎 誤到他不讓 眼線不是說了嗎 軍委會議都沒有他份了 還哪有得威呢 軍委安排他出去旅遊 是屬於流放式旅遊 這些是網民說的 去到福建 去參觀那些民用企業 不可以去軍隊 去到安徽仲特別天 讓他去參觀一個六尺行 讓他在那裡抒發感情 你知道的啦 凡是去到六尺行的人 都是因為自己失勢的啦 在習近平之前 王岐山失勢的時候 也都去到六尺行 六尺行有個典故的啦 二汶 記不記得我講過給你聽的啦 多久的事啊 忘記了啦 事情是怎樣的呢 誤 問我啦 在清朝康熙皇帝時期 有兩家人在爭土地 一個姓張 一個姓吳 他們都是住在安徽省同城縣 他們倆是隔離輪舍 為了幾尺土地爭拗起來 那麼張家這邊呢 在朝廷當大官的 就寫了一封信回來 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千里送書紫圍牆 讓他三尺 又何妨 萬里長城 今又在 不見當年 秦此王 那麼最後 雙方各讓三尺 就認成了這條六尺行啦 口水強 你講點不講點 那麼在什麼情況之下 大家各讓三尺呢 你知不知道這個六尺行為何流傳到今時今日 其實是一個很有警勢作用的典故來的 那件事是這樣的 當年張亭玉就打算把這間屋重新改建 發現隔離姓吳那一家人 在分界線的圍牆就佔了自己家裡的幾尺 就要求對方退回原來那個分界線 那姓吳那一家人 他就好口硬 他是都不退讓 終於搞到要報官 院大爺接到這宗官司之後 直接就不敢判 因為這兩家人都是名門望族 官位犬客 哇 得罪任何一方都呼沙難保 張亭玉就想啦 我未怕過 我老爸的官位比你隔離吳家更高 於是張亭玉就叫他老爸出面 搞定這件事 怎知他老爸就寫封信回來 叫張亭玉放寬空懷 退讓三尺 張亭玉立刻就按照老爸的主意 將自己那條地退讓三尺 旁邊吳家就見到張家退了三尺 自己覺得更加慚愧 那他也退後三尺 兩家人的交界就形成了六尺巷 其實中國古代這種湘湖軒陽的事是很多的 你看看在湘朝後期的時候 當時有八百多個國家 每個國家都很小 好像現在院城那麼大 有兩個國家叫做愚國和蕊國 他們的邊界分得不清楚 所以湘湖有了矛盾 想找周文王來評理 那這兩個國王一入到周國之後 發現這些人非常禮陽 正式是庚者陽叛 行者陽爐 即是為什麼呢 行者陽爐就容易理解了 路窄一點點 站到一邊去讓你先走 庚者陽叛 兩家都是庚田的 他們折讓的地方叫做田基 他們都是湘湖陽對方多一些田基 自己少一些 那這兩個國王看到這種情景說 為什麼他們這麼大方 這麼多人 我們真的很少家而已 一些風度都沒有 回到自己國家之後 在各界各讓三丈 其實我們中華民族 過去有很多典故 都很值得我們這些人去學習的 在漢朝 漢武帝裏面有一個大將 叫做衛青 他在軍中的地位是最高的 有一次他的手下李錦就打傷了他 正常來說 下屬打上司 可以將李錦推出去斬首 衛青被李錦打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還手 也沒有降聚於他 又沒有稟告給漢武帝聽 只是一笑致致 哇 這個衛青真的很有大將風範 當然啦 古人是講究內涵 包容 而且這個李錦是剛剛喪符 可能心情不好 有脾氣 所以衛青就包容了他 如果今時今日那些人的胸襟 好像古人那麼大量 那就不會有戰爭 可以天下太平了 唐人家瑜見聞 誰人能做六尺行 節目是由 以文 李靖 許文強 馬德成聯合演播 請點讚和訂閱 多謝大家的支持 有請到默套 請 status… ˈ